李燦森三歲的女兒李圓圓 原來已經一個星期沒有上學 她媽媽解釋說女女因為鼻涕未清 結果一個星期都沒有上學 一直就躲在家裡煩惱 令到最怪可愛的Lucy都變得了無生氣 整個人躺在沙發上看起來相當頹廢 再仔細看,她圍繞嘴唇的皮膚黑了一圈 果然濕足生鬚筋的頹廢鬍鬍鬍 不過有網民就留言質疑 Lucy雖然流鼻涕一直未好 但Lucy媽心裡很開心 因為女兒可以一直留在家陪伴自己 另外有人表示 生鬚的Lucy也是時候接多一個廣告 與爸爸一起推銷替鬍鬍鬍鬍 相當有創意